他也说的是中共在背后 中共在背后他定什么策略呢 就是首先哈马斯跟以色列在最前面 然后逐步的把周边的叙利亚 尼巴嫩 然后伊朗 这包括卡套等等的沙特 这些国家都会卷进去 还有埃及都会卷进去 卷进去以后 然后逐步的再把英美西方国家给拉进来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这样 所以等于是中共在幕后下立盘旗 那我想知道就是他会从 幕后走到前台吗 他下一步中共想干什么呢 会是一定会走到前台的 用这个过去过去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中共历史都会 在这种情况下 会在千呼万唤中扭扭捏捏的出来 比如说这一次 行动联邦有情报来源说 中共会接下来 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进入加沙的救援队伍 但是救援是什么 他进去 他都是一些军方的人进去 目的是干什么 目的是打着救援的民意 去销毁一些证据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美国或者以色列 他会进到加沙地域去 他一定会潮到一些证据 武器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什么 山东买 对 所以他进去 打着救援的民意 会进去销毁这些证据 他不想让全世界看到 是中共在幕后的 在支持的 哇 你们 你们 这只 感谢观看